《猎王记上》第十六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哈尼拿的儿子耶护 则被巴沙说 我既然从尘埃中高举了你 立你做我的子民以色列的领袖 然而你却走耶罗伯安的路 使我的子民以色列犯罪 因他们的罪惹我发怒 看啊,我要除灭巴沙和他的家 我要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家一样 属巴沙的人死在城里的必被狗吃掉 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飞鸟吃掉 巴沙其余的事迹 他所行的以及他的英勇事迹 不是都记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至上吗? 巴沙与他的列祖同睡 埋葬在德萨 他的儿子以拉接续他做王 再者,耶和华的话借着哈尼拿的儿子耶护先知 指责巴沙和他的家 是因为他像耶罗伯安的家一样 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 以他手所做的惹耶和华发怒 又因为他击杀了耶罗伯安的家 犹道王亚萨第26年 巴沙的儿子以拉在德萨登基做以色列的王 共二年 他的臣仆心力就是统帅他一半战车的军长 密谋背叛他 那时他在德萨 在管理德萨王家的雅杂的家喝醉了 心力就进去击打他 把他杀死了 接续他做王 这事发生在犹大王亚萨第27年 心力一登基 做了王位以后 就把巴沙的全家击杀了 连他的亲属和朋友 也没有留下一个男子 心力这样灭绝巴沙的全家 是照着耶和华 借耶护先知责备巴沙所说的话 这是因为巴沙和他的儿子 以拉的一切罪 就是他们自己所犯 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的那些罪 以虚无的神 惹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发怒 以拉其余的事迹 和他所行的一切 不是都记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至上吗 犹大王亚萨第27年 心力在德萨做王7日 那时 众人正在安营围攻非力士人基比顿 正在安营的众人听说 心力已经密谋背叛 又急杀了王 于是 以色列众人在那一天 就在营中立了军长安利 做以色列王 安利和与他在一起的众人 从基比顿上去 围攻德萨 心力看见成被攻占 就走进了王宫的城堡里 放火焚烧王宫 自焚而死 这是因为他所犯的罪 行耶和华 看维厄的事 走耶罗伯安的路 犯了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的那罪 心力 其余的事迹 和他密谋背叛的事 不是都记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至上吗 那时 以色列人分成两半 一半跟从基纳的儿子提比尼 要立他做王 一半跟从安利 跟从安利的人胜过了跟从基纳的儿子提比尼的人 提比尼死了以后 安利就做了王 由大王亚萨第31年 安利登基做以色列王 共12年 在德萨做王6年 安利用60公斤银子 向萨玛购买了萨玛利亚山 他在山上建造一城 按山的原主萨玛的名 给他所建造的城 起名叫萨玛利亚 安利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 比他以前所有的王更厉害 他行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一切路 犯了耶罗伯安 是以色列人陷在罪中的那罪 以他们虚无的神 惹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发怒 安利其余的事迹 他所行的和他所表现的英勇事迹 不是都记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之上吗 安利与他的列祖同税 埋葬在萨玛利亚 他的儿子亚哈接续他做王 犹道王亚萨第38年 安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以色列王 安利的儿子亚哈在萨玛利亚做以色列王 共22年 安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 比他以前所有的王更厉害 亚哈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罪 还以为是小事 他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喜别做妻子 去服侍巴利 敬拜巴利 他在萨玛利亚建筑巴利庙 又在庙里为巴利立了一座祭坛 亚哈又做了亚瑟拉 亚哈所行的 惹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发怒 比他以前所有的以色列王更厉害 亚哈在位的日子 伯特利人西伊勒重建耶利哥城 他历城的根基的时候 死了长子雅比兰 安放城门的时候 丧了幼子西哥 正如耶和华 借着难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